今天是 Proton 的 Media Drive 不过不是在 KL 而是在 Saba 但还没有出发去 Saba 之前 我们就带了这个 PoE 就是 Proton 的总行 在这里 早上 8 点多已经到这里 然后吃了点小早餐 等下就开始 briefing 然后就可以出发去机场 然后就直接去 Saba 吧 终于到了 Saba 的 KK 机场 所以现在我们去酒店 check in 到了 Shangri-La 的酒店 现在我们去拿我们的车 也就是这些 就是这两天里面我们会用的车 就是全新的 Proton X70 所以其实 X70 最新的 它的最不一样的地方 其实是它的车头 现在坐进了这辆 Proton X70 现在它里面的变化都蛮大的 这个 Screen 是变大了蛮多 长方形这样子的 还有 Ambient Lighting 里面的话 应该是大同小一把 有一个大天窗 这样应该是 Premium X 就是最高进来的 其实真的是蛮怪兰一下的 你看我故意找一台 旧款的 X70 又停在它的个壁 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到 很明显的整个车头是 完全不一样 这样看起来真的是 不一样感觉的 就是 Elegance 啊 更加豪华啊 更加好看啊 OK 现在我们马上出发了 然后今天的行程大概是两个小时15分钟 我们车有三个人 所以我们会轮流的开车 所以因为整个路程大概要两个多小时 所以我们就轮流 然后做自己的 Contain 其实我昨晚有小开一点点 我是觉得其实蛮好玩的 就是它的三缸 开起来不像三缸的那种抖动 它是蛮平稳蛮平顺的 而且我值得一提就是 这个皮革 这个椅子跟着一个内饰 很高质感 因为这这台是最高配的X70 所以它的那个皮革也是用最高配的咯 所以做起来真的很舒服 很有很有那种continent的车的味道 所以我们现在开始了 跟着车对这样子慢慢的行驶 慢慢的感受这台车 再给你们说一下 X70到底开起来是怎样的感觉 如果有兴趣想要买最新款的Proton X70的话呢 可以看看这个影片 做了一个小时的Proton X70 我可以讲真的是蛮舒服的 因为有时候我很少会做Proton X70 我做了Proton X70的话呢 我可能就会腰身背痛啊 如果说一个长途的话 因为这里的路也没有很好 就比较多坑洞这样子的 可是其实也蛮舒服的 蛮OK的 所以现在我们在这里换一个位置 然后呢现在开始就是到我开车 然后我来跟大家讲一讲 这辆车开车的时候是怎样感受的 所以现在轮到我坐这个驾驶舱这里 驾驶座的 所以我们现在马上出发了 然后我们去第二个check point 所以第一个check point的时候 刚才我是坐驾驶座的 驾驶座这里来感受这辆车 so far我是觉得蛮OK的 因为坐进去里面感觉真的是 好像坐在一台continental car里面 所以我是想讲的就是 有两种人啊 第一种就是 如果你现在在开这X70的人 或X50啦 你大概就会觉得这辆车 其实跟之前呢 没什么很大的分别 不过如果你是完全没有开过X70的话 或是没有拥有过X70的话呢 要用一个全新的一个角度去看待这一台车 你会感觉是很意外然后蛮惊喜的 因为这台车真的是 我是感觉到是很舒服 而且那种安全感是蛮满的 然后这台车的油耗比上一代是更好了 MVH也更加好一点 我们就跟着我们的那个持续啦 就是Liqa 1 2我们是3号车 后面还有4跟5啦 那其实哦 在Saba这地方来开这台X70来说 是非常的适合的 你在这里哦 跟西马 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西马 是到处哦 都看到MV的 就是MV的那个数量哦 是跟路上的数差不多一样多啊 就是很多 这里哦你真的是久久才看到一辆MV而已 大多数的车都是比较是SUV 或者是那种皮卡 我昨晚是小开一下 然后今天是真正的是把这辆车是开上高速的 其实想说的就是这里的风景的确是很SUV 你整个感觉整个行星平浮下来就慢下来的感觉 这节奏就是比西马就比较慢一些 只是刚才市区市中心那边就比较有一点小洒着 然后来到这里郊外的话呢 基本上是没什么车的 而且路也比较小 好像我们过着一个减速带 其实比较来说的话呢 这台车相对来说它的底盘呢 是比较硬朗的 你可以感觉到那个操控的感觉 因为一直以来Proton的主打都是操控的 刚才讲到Proton 所以他就问我什么事啊 这个什么呢 那个HighProton的这一个科技啦 就是语音系统 所以现在我们这个行程呢 总共总长是50km 大概是一个小时左右 一个小时走50公里来说 应该是蛮足的还是再来一车 然后X70这个小改款呢 它最大分别其实是整个车头 还有车尾的尾部下面的那一部分而已 尾灯其实是一模一样啦 没有什么改变啦 那整个头都不同 所以引擎盖的设计也不同了 坐这里最明显看到的就是哦 引擎盖上面有两个小小鱼角这样子 吐出来 本身我是觉得很好看的 哦 这台车也没有一般上的 三杆引擎的那种抖动 这台车其实蛮稳的 我们来看看这个山路 在拐弯的情况之下 然后看到前面有一点点是上小鞋坡的 Avanced Driving Existence System的系统呢 它已经觉得是蛮高级的 所有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安全系统 它都已经有了 所以整个车开起来咯 就好像你在开着一个很安全的车里面 因为只要你越过你的Lane的话 它就会抖动 帮你拉回你的Lane里面 所以是满满的辅助的这台车 所以现在要上山 如果尝试下上山超车的话 然后我们车里面是三个人啊 所以其实它的马力也蛮足够的 蛮够用的 身为一台家庭车 家庭的SUV来说叻 接近180匹的马力 其实是真的很够用 那一般上哦 我们普通的家用车的话 如果我们的Sportboard 顶多充其量 它也是给你一个 那种Response的感觉而已 不过这一台呢 它做到是比较是完整的 因为如果一旦你挑去Sport mode的话呢 它的方向盘就会变重 然后它的这个Suspension 它也会变得比较阴朗 来适合你的你要的速度跟那个路段 再来就是你的车的Response 所以三个加起来的话 就是你整台车 就完全是不一样的那种驾驶体验了 所以我以这个价钱 可以买到这样的东西 其实真的是蛮值得的 必须要说的就是这个电子方向盘哦 感觉有人在帮忙你开车 因为你会感觉到 一直有有一个一股力量 在帮你调整你的这个Sterring 进去你的网道里面 现在我身在Saba 东马的Saba的KK 所以这里呢 是做一个Proton的X70 的Media Drive 所以刚才就8点半 差不多9点这样 怎么出发 一直来到这里 所以现在时间是大概是11点多 我已经Swiss了一次Driver 然后每一次的一个Checkpoint 都大概是50分钟到一个小时左右 一直以来是来自驾这一款 全新的Proton X70 其实如果你是用这Proton X70的人的话呢 你就觉得其实它没有很大的改变 不过车头真的是变得很帅很帅 这本身这个车头真的好看 有些人从旁边看过去很美 它眼睛这里看到很凶很很美 然后整台车的那个感觉就出来了 就是那种很高级很高端那种感觉 然后这里是几个颜色都有的 可以说是所有的颜色都有 然后这也是其他颜色 银色是我们开的车 它是Neft Auto 1,2,3,2,3,2 然后这个颜色 还有就是红色 我们开这里 真的是说真的 坦白说真真的 可以看到它的那个车头真的是很好看 红色也很sharp 这个中网变大之后 真的蛮不错的 然后X70最便宜的那一台 还不到6位数 9万多 而最贵的这个有天窗的这一款 也是130千里面而已 包含保险的下地的那个 就是那个Onduro的价钱 其实我觉得真的是物超所值 OK现在到做汽车的后座的时候 坐进来之后就发现就是 那个座的这个靠背里面那边 会比较硬一点的 然后可能给你长途乘坐的时候的那个 支撑感也会比较好一些 其实也是那一句 就是里面的那种高级感 的那种氛围是非常的好的 跟上一台来比的话 这个的确是有进步了一点的 然后再来就是上面的这一个 路线呢是黑色 可是这个大天窗呢 它的这个Sumbline 它是比较属于是那种薄的 看到吗 所以刚才大太阳底下的时候 其实它确实是有一点点的热的 不过因为这台车应该是上面 这里它还没有放那种隔热膜吧 所以它就比较热一些 然后看到这个皮革它是做的蛮细腻的 它是灰色然后它是缝这个银色的线 然后总结了一个手幅 然后底下这里呢有这个冷气出风口 还有这个是Air Cleaner 就是可能是空气净化器啦 然后它的底是完整是平整的 所以后面这里是真的是不错的 所以现在我们开始去我们的第三个 我们看看乘坐的时候的感觉是如何的 那经过了差不多半天的私驾哦 我坐了个驾驶 然后我也坐了Passenger Seat 然后我也是坐了后面 其实我想讲的是就是这台车哦 驾驶的时候很有驾驶的感觉 坐乘坐的时候也非常的安全 坐后面的时候 sorry 我睡着了 因为真的是太舒服了 然后今天的结尾呢 就会在这个神山那边做这个结尾的 所以这个体验真的是非常的好啦 so这台车的售价最便宜的那台 还不到6位数 所以如果你想买一台家用的SUV的话 这台车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选择 然后我是强力的建议你们先去 试驾这台车 因为当你试驾过后呢 你可能会对Proton有完全不一样的 这个体验 那以上就是我的影片的所有的介绍 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记得按赞订阅以及分享 我是Paco 谢谢大家